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1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交易成指数 中场是以下跌17点 而成交量487亿元 又创下了假设是 我们曾经有两天 今年台股独卖的一个位置点 只有台股独自开盘的 成交量的过程里面 当天还能够有485亿元的成交量 今天是一般的一个正常交易的日期 却仅仅只有487亿元 市场上面有一派的分析 反正就是比较偏空的言论 然后量价学派强调说 量价背离 加群指数不容易涨 没有量 或者是说 心机量必有心机价 这样一个声音 那投资朋友 那你怎么样看这个盘式格局 你不要去管媒体告诉你什么 不要去听 已经连错了13个月 连错了5个月 看着量价背离一路放空 然后被嘎空狂靠了3000点的 这一派的一个言论 那关于心机量人潮 你看到了什么样让你赚钱的机会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不要跟散户站在同一边 散户往哪里挤 你最好避得远远的 否则跟着散户在一起 你永远赚不了钱 投资永远要跟市场反心理 听得懂小老师的意思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今年10月的一个周转率4.37% 创下单月的一个历史新低 那另外今天的一则消息是台积电市保 然后政府明年的国发基金 不打算再把台积电去进行一个事故的动作 那刚好我们从这两点来聊 今天的这个盘式格局 简单来说 从开盘八法的观察是 今天又是两点地不破地的 又空又已熬住了一批的一个空单 中场又把大部分收盘的一个价格 去最后一个站上 今天八法还是两点地不破地转 片线右空的一批成全盘 又把低档区域的空单咬住了 这当空今天要做多了 很可惜早上我们的当空路段挂得太低 没有买到 但是方向是做多这一点是肯定的 那量 价跌量说到487亿元 那我会强调说 像这种窒息交易潮 代表该多该空的人都已经完成交易 卖的也差不多手上都没货了 买的初步都已经布局了 才让成交量没有一个撮合 那所以来到一个自行量从位置点 通常代表大盘就要变盘了 那我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 还空手这一波3000点的多头 你都没有赚到这波行情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11月为什么在我1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打算送一份大礼物给大家 因为我认为把中期的趋势 唯一市场里面未来加权指数会走出来的波形 正确的看法分享给大家 那包含9月1号公开送给大家的红海 还原前席是创下了这1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那还有没有类似像红海这样的股票 可以分享给大家 今天有一档股票我会分享给大家 那我认为把市场里面 唯一正确的分析分享给投资朋友 这是一个分析师最重要的任务跟一个使命 那讲穿了一句话 投资朋友 有很多分析师从头到尾一路待你空 还天天在电视节目上面告诉你说 做空赚大钱 好像能来言论 你的老师敢在你的面前 公开在电视节目上这样讲 你听得下去吗 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荷包吗 你的老师对不起你 你不能够对不起你自己的荷包 所以11月的交易盘式格局到底怎么样做 你这个月想不想赚钱 因为剩下11、12月、两个月 2016年就要结束了 你这个时候不把两个月的时间 当成10个月来用 你怎么样把今年没有赚到钱 把它拼回来 那重点是 我知道大家很急迫 但问题是 投资朋友这个盘到底趋势方向该做多做空 你都看不清楚 那你急什么 到现在为止如果你还不晓得 这个盘四个局是多头是空头 你跟人家急什么 好 不要再骂这些做空的赏物投资朋友了 想赚钱的投资朋友 你认同刘老师里面的 而且我认为是加钱指数未来 五个月到八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波里面 还是唯一我们的波行为是市场里面唯一最正确的 你想赚钱的把握11月刚开始 这一个礼拜 所有全市场都还在看空 都还在担心选举的变数 我认为 美国大选之前 全球股市就是压缩 好 恢复至1月18号之后 选后报复性嘎空组成乱 加钱指数呢 就从11月18号 1月18号嘎空喷出一波到底 所有人都用政治利空 去看空这个盘数格局 你因为政治面去喊空的 嘎空喷出一波到底 你因为脱欧而去看空的 嘎空喷出一波到底 好 我在每一次前面的四五次的演讲 我就公开跟所有电视机的前面 演讲会的观众朋友讲说 就算是川普当选 短信上面利空 大概一两天反应完 你可以把脱欧当成这个范本 好 因为 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 选举的 选举的这个 各方的一个支持度 这么逼近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就算川普选上了 难道我不要照顾剩下49%的选民吗 你听一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 你听到川普的一种奇奇怪怪的言论 这个都是选举的策略 如果他站上了美国 总统大选之尊 全球这么重要一个经济体 他已经把各方的专业 都还是交给财经官员了 好 千万不要再因为政治面的利空 来喊空这个盘式格局 你相信刘老师 眼前三次你因为政治面而去放空的 就是狂输了三千点了 已经错了三次 这一次不要再错了 我在上个礼拜 就跟你预告这个礼拜的短播ABC 你看这个盘是等于三天就已经去上200点了 但是打地下来你昨天也没有买 今天为什么测下去又马上拉上去 好 我们的期货多单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暴老的 一天的时间180点了 今天收盘还是在9280 相对持强序的整理 选择权如果你可以在60点经常布局 今天收盘96点 一天的时间你已经大转六成了 好 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一波盘式格局 针对从低档区 好 9074 上攻到9400 五波段已经走完 本来就要规划一个ABC震荡 你等到9199再来买 诶 今天有没有测 再测一次9199照样是利手 好 这个是不准 实际上昨天的低点是9194 没有差那个5点10点 重要的是那个转折 迈入位阶 该做多再做空 你都要差不多位阶要提前卡位布局了 好 那所以今天刚好来聊一下历史新低量 我从这五个月来告诉大家 那只要8840占上我就要涨价 主要原因是只要8870 8840占稳 加钱指数就是一年以上的 8800点以下的长线大底 好 这个大底一完成 有实力再涨4000点 好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 长线上面 加钱指数 其实在这一波非常有机会 再创历史新高 好 我的节目每个月 刚好今天这个盘是给大家担心 我们再把我们重新趋势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 好 来 这个叫做T50反应 好的 这边 到昨天为止龙之鱼高达52万张 52万张 那全球股市呢 都有流动性风险 包含 你不要认为做空没有风险 来 投资票 T50反应 在三天资源成交量 只剩下个十百千万 25000张 你知道它成交量 在大量的时候是多少张吗 25万张 30万张 25万张 30万张 你现在T50反应 只剩下当初十万 这个十分之一的成交量 好 那我们知道 现在的融资 是未来卖压的来源 好 投资朋友 美老师说 现在市场上面绝大多数 空手投资朋友 早就已经全力去买 这个投信的ETF T50反应 它现在的市值规模 已经是800亿元 比每一党过去 在投信挂牌历史上面的这种 投信一个基金 都还要热卖 二三十倍以上 产户全部跳进去市场 笃定这个盘式格局 不论谁当选 就是一定反转 就是压加权指数 一定要崩盘反转就对了啦 可是从这个高档区 20.18 到现在为止已经炸跌两成 杀到16块了 好 昨天公开要大家回补 现阶段两日K线的一个格局 又变成一个空投拇指 变盘短折 这个还是一个下压讯号 这个还是一个下压讯号 就跟这组K线 这组K线 这组K线的意义是一模一样 好 那投资朋友 散户不论谁当选 都压这个盘式格局 要崩盘 散户不论是谁当选 都压这个盘式格局 笃定崩盘 他们的道理是什么 我们不必深深欲细旧 总之 刘老师一直跟大家讲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不计融资的市值规模 就已经高达800亿 还有53万丈的融资在里面 那刘老师问大家一句话 你手上你一直在压T50反应的 一直在做空 一直在放空 甚至于不断去放出消息 谣言而语的这一批投资人 那我们大家 那如果11月8号 下个礼拜三真的 好 这个选举结果出院 确定民主党顺利当选 好 请问 我刚刚讲过了 现在的融资代表未来的卖盘 现在的融资代表未来的卖盘 有53万的融资抢的要卖 你说这个盘式格局如果信心一直稳 成交量只剩下当初的十分之一 只剩下两万五千张 可是有50万张融资要卖 好 T50反应 会不会融资断头多啥多 你听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形容是说 如果11月8号之后 未来这个盘式格局 大家都只是等待一个变数嘛 变数排除之后 要去进行一个 开始要去投资布局 变数排除要开始积极正向布局 那这个盘式格局 所有的空单要抢着回布 会不会引爆空吧 空搭空 难道做空没有流动性贡献吗 所以为什么市场上面有一句俗言 是这样讲的 今天是 八法是两滴不破滴 转骗一些一滴的承接盘 这种盘式格局 通常红K摔的当天最高次高 也回头确认了昨天 又空盘的一个成立 我认为 至少在选前 我们就要拼这一根 中场红相上的看法 不需要改变 就刘老师常跟大家讲 无量放空 口袋空空 一直因为无量 量价背离去空了 已经到三个礼拜 都还创破断新高 这个量价的关系 这个分析就是从头错到底的 刘老师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要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 唯一知道 就叫做比别人基本面更用心 你不会做基本面研究的 你不够团队的实力帮你去看清楚 未来加权指数后市的 你才用比较快速的方法 去学技术分析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技术分析 每一套技术分析 最高的准确率大概是七成八成 好 技术分析一定会错 你要认清楚这件事实 所以量价背离量价背离 已经量价背离了十三个月 被狂嘎了三四千年以上 好 好 无量放空 口袋空空 你小心空嘎空 真的是嘎到外太空 历史心低的四点三七周转率 反而是不是更加确定 八千八百点是长线大利 好 我一直告诉大家今年零里 今年这一波主声 那先看10393 来 真正量价关系应该这样看 它只是一个准则 准则就代表说一定会有错的机会 重点是市场的心理 好 跟大家一般散户投资朋友认为 有量才有行情 好 无量没有行情 刚好恰恰相反 反而量大的时候你才来做多 你就会追照10014 你就会追在9399 每一量的时候你可以买在8885 9074 好 因为大量反而是 那谁倒货给你 反而真正赚钱的机会 都是在这种11公共的时候 好 单单讲这一点点 比较正确的量价关系的一个 你只要学会这一点 你真的能够反过来学会这一点 股票市场里面你的胜率已经是9成了啦 问题是刚好相反 9成的投资朋友就选择错的那个10% 这样看蛮重点 那今年从头到尾这个行情都装不起 好 好 8800的长线大底 8871 月线已经占稳三个月了 中长都正式起涨 基本面也许的证据还不够强烈 但是今天10月份的周转历 创下历史新低 这个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 按照刘老师的验证跟规划 告诉你说 8800以下是长线大底 这一波9800的一个等幅 股像要对称测量1000点的证据 这个凡事格局对称测幅 就过于0393了 所以1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除了股票要一档 下半端回来 我们会送给大家之外 我认为送给大家正确的趋势 对于所有投资朋友更重要 好 所以你想要跟着我们卡位 这波主生段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有没有专案有没有折扣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是正确的获利方程式 你有没有 你看不看得懂这个盘 你有没有当中的获利方程式 你有没有波段的获利方程式 你有没有股票的获利方程式 你有没有股票的获利方程式 如果都没有剩下的两个月 你怎样把今年十个月份少赚的三千点赚回来 所以 投资朋友 刚好趁着这个机会 亮所有位置 就是赚钱我们所说的弯腰减赚时 好好去投资股票的机会了 你如果想赚大钱的 尤其这个历史新地的成交量 已经告诉你了 好好挑股票 这一次利益探旧贼旧贼旧贼 重点是挑股票做多 好 起货选择权 关键的买讯到了 转折一成立 类似像昨天 类似像90174 瞬间动压进场 好吧 所以听说我的投资朋友 我们的优惠状态已经结束了 但是只要按照我们规划 95569站上三个交易日 或是9928站上三个交易日 未来几个波段服务费用的调长 我们不断的要跟所有投资朋友 视线做预告 所以你要想要赚钱的 赶快先跟上来 好不好 好 大盘我下半段就不讲了 我只会跟大家强调 量价关系告诉你说马上要变盘了 而且时间波转折 今天刚好距离9399是12345 正确时间波变盘转折 今天是变盘转折 算到这里21 所以距离这个黑K转折第一起盘上来 今天21 所以这个盘式格局如果要 要转折力道会很大 又要变盘了 当它跟6月4号9月10号台股独卖的时候 485亿同样的成交量 这个盘式叫做量稳架缩 接下来直一地寒流 会嘎空喷出主身段 你想赚钱的第一时间 要赶快跟着我们卡位了 好不好 休息两分之后再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闪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脚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期货股票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多空创向灵活布局 灵创富的最佳伙伴 灵儿 257837777 25783777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亚洲投顾 互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通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5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终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 当十月八号美国股市 还有变数的同时 国界资金已经开始去卡位了 比较平衡式的 大家认为景气没有权限上面 反转的风险 很可能只是极短波流动性风险因素 会有震荡 但是有一些长线很低位阶的股市 类似像中国股市在 1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有一定点要开始 预意意识发动的现象 中网盘的时候 入股好像拉到类似像 护生2S这个位置点 已经有资金开始在 卡位下旬升港通的一个资金 这个方向投资朋友 也可以在11月 开始密切地去做一个追踪 这是台积电 我们从94年以来的还原全息 原始布局成本在1.92 大概2块钱不到 而它现在收盤价在189.5 其实真正跳到一档好股票 从跨出第一步开始 存一些股票下来 100万可以变成9500万 你的100万可以变成9500万 你的100万可以变成9500万 你只要把台积电还原全息 原始成本是2块钱 那你现在应该好好地去挑 为什么国发基金说台积电是宝啊 那刘老师有没有在我们9月1号的 第一个交易的时间告诉大家 红海这档股票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夏普进入主身段 如果Apple也进入主身段 87.4的还原全息 就是缺口一定会回补 所有人都告诉你说红海的田圈席不必期待 因为过去都很难田圈席 我告诉大家很快速的就是田圈席 因为如果夏普进入主身段 Apple进入主身段 87.4在这个时间进场布局 你千万就赚140万 现在从马面走嘎空越来越明显 还有人骗大家说 这个叫M头 你把它还原历史 从民国98年的原始成本是14块 现在是86块4 还原全息早就已经創下10年的 将近要创10年的新高 如果过90.34 已经没有邓和压力 所以为什么刘老师在9月1号的时候公开送这档股票给大家 见面礼 理由基本上我们都跟大家报告了 可是就像我在5月6号的时候送给大家的红海 你买到刘老师母亲节礼物 中秋节礼物 现在夏浦在今天盘中股价主市已经来到181日元 在这个位置点了啦 那重点是你不布局 你等到这个盘市格局安稳了 基本面都已经稳健了 你可能买在红海已经90块钱100块钱以上了 所以今天刘老师要送给大家一档股票 我认为所有股票都已经出去了 但是还有一档第一基期 然后第四基而进入忘记的是3481的群创 当作11月的见面礼送给大家 日K线已经出现实体的黑K越来越短 一根红K贯穿前面一半的黑K 有机会发展成高空主身段了 群创你只要掌握一个景气循环股 只要0.5倍的净值比来买 都是买跌 好 类似这边跌破10块钱 但是0.7倍的股价性质比 你再涨卖点 你只要掌握到这两个交易区间 当然一涨面板股领先市场 你都能够大赚 好 但是如果面板在这里有一个大波段 时间波转 这里是第一波 第二波押回有机会等幅对称第三波的主身段 好 假设面板有行情的状况之下 投资朋友 我在今年年初曾经介绍给大家一档股票 叫5347的世界先进 这40块 今天世界先进在哪里 65块4 现在面板的裙创已经喷出了 做面板驱动IC的世界先进 也已经封测场已经喷出了 那接下来第三棒轮到一定会喷出主身段 就剩下来第三棒 新的两档股票 务必趁着主身段发动之前 跟上我们考虑部局 祝福大家有视频中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提货 股票 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东空双向灵活布局 灵创富的最佳伙伴 02 278 3777 278 3777 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投顾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 2578 3777 2578 3777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从我两年前失能后 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 没什么啦 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 等实施之后 妈跟我就轻松多了 什么是长照保险 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 全民共同分担保费 若经过评估 需要长期照顾时 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 支持长照保险 减轻照顾负担 北都TypeNet超值优惠 双响炮 新时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 只要399.3元 违约补偿 最高2000元 限时加码 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68台HD高画质频道 搭配新时代光纤标网 限时加码 再送首月免费 第二到四个月 搭配30枚 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 第五个月起 数位有限电视